你們能想像就是廁所也能被無縫接軌嗎 超級誇張的對吧 嗨大家好我是Nik 我終於搬家了 這是我在澳洲第七個家 為什麼要搬家呢 之前的舊家 地理位置非常的好啊 為什麼要搬 請帶你們看一下昨天搬家的過程 晚點再告訴你們為什麼 Let's go 我們現在要來搬家 然後 你們看一下 我房間有多少東西要搬 今天你們看到的 全部全部全部都要搬走 我們要搬去新的居住環境 比較好一點的地方 那不要吵嗦 開始動囉 這一張 住最久的房子 住了快兩年 開車五分鐘就有商場 對面就是火車站 離波羅本的市區也只要20分鐘 聽起來是不是非常的便利呢 但是這個房子裡一共住了14個人 有7個房間 房子呢它有分前後洞 我們是住在前洞 但是光是前洞就有9個人 你知道我每天下班回家呢 我都是在排隊廁所 上班也是在排隊廁所 你們能想像就是 廁所也能被無縫接軌嗎 超級誇張的對吧 那加上因為我是住在第一間 剛好就在大門旁邊 然後每天就要聽這些人這樣 開門關門開門關門 冰冰寶寶的 我根本就沒辦法好好睡覺 非常的吵 還有其他原因導致住宿品質越來越差 所以我們就決定還是搬家了 在這邊奉勸大家 真的不要為了省錢 然後犧牲了自己的住宿品質 那接下來大家看一下我的新家吧 今天這個是我們的房間 我們房間比較小一點 然後這邊有一個 很大的 鏡子 這邊是衣櫥 然後 Kingside的床 我們的房間有view 這邊還蠻暖的 早上的話可以看到 日出喔 那這邊是我們的客廳 有兩個沙發 這邊是我們的廚房 然後餐桌 還有打冰箱 我們終於有烤箱了 然後還有 洗碗筋 這個房間是我們室友的房間 就比較大一點 它也是Kingside的床 對 那它今天要搬進來 我先偷拍一下 這邊是我們的廁所 那就是也是乾絲分離的廁所 然後淋浴間 然後這是我們的洗衣機 然後這是我們的洗衣機 嗨 嗨 然後這邊呢 就是我在 電影片 然後打遊戲的地方 算是我的一個小小的工作室 這邊雖然沒有舊家的交通來的方便 但是在這邊住宿品質真的提升不少 第一個就是安靜 還有安全 因為它樓下大門那邊是必須要持扣 要持卡才能進來的 安全性提高很多 然後我們家外面的view還不錯 背一下給你們看 Do anything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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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anything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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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anything Do anything You You Do anything For you 以上是跟大家分享這次搬家的過程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影片 請幫我按個讚或是分享 還沒訂閱我的朋友 就趕快來訂閱我一下吧 那最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然後就看到最新影片囉 我是Nik 我們下次見 掰掰